近现代中国著名的绘画大师并不是很多 细细一数就能数得来 正因为如此 这些绘画大师的作品是极其珍贵的 在近现代中国的绘画大师中 有一位大师画山水出名 他的鱼虾更是文明于世界 他曾是一名辛勤的木工 他曾是一名放牛娃 但是他对于绘画艺术非常的执着和好学 就这样他一步步的走向了大师之路 他就是齐白石 齐白石的真迹存世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他的绘画更是艺术界的一朵奇葩 目前他的作品最高价值能达到9亿 收藏家们对于齐白石的画作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衷了 在一期健保节目上 有一位收藏家带来了一幅齐白石的作品 这幅作品让在场的专家都汗颜了 健保节目的兴起让许多收藏家纷纷参与其中 为的就是看看自家的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值钱 或者说有什么历史价值 这位女性收藏家带来了一幅画 收藏家对健保专家们说 这幅画是他在逛股玩市场时买下的 希望专家们能够仔细的鉴定 看看这幅画做是不是齐白石大师的真迹 收藏家颇有意味的笑了笑 把这幅画递给了在场的专家们 专家们听到这幅画的来历 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在稍作研究以后便告知收藏家 他拿来的画作并不是真的画 是一幅仿齐白石的作品 收藏家一听就不乐意了 和这些专家们辩论了起来 专家们称这幅画虽然是很像齐白石大师的作品 但是很多细节都体现出了这个人的画工 这不是齐白石大师的真正的作品 肯定是艳品 制作这幅艳品的人 也挺有水平的 专家称自己对齐白石的作品研究颇深 经过他的仔细研究 这肯定不是齐白石大师的真品 收藏家的表情挂不住了 他非常的不开心 这时收藏家才坦白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一名收藏家是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娟 而这幅画是齐白石大师晚年时期的作品 齐慧娟只是想上节目来看看专家们 如何给他爷爷的作品估价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专家们听到这个结果也非常的惊讶 他们想让齐慧娟再次将画作拿上来 让他们再检查一遍 可是这时齐慧娟已经离场了 齐慧娟说爷爷的画作在家中还有很多 他只是拿了其中的一幅画来到节目现场 希望这些权威专家能给爷爷的作品估个价 没有想到他说这是古玩市场买来逃来的作品 专家们就认定了这是一幅赝品之作 齐白石大师晚年的作品是十分珍贵的 而这样的作品在齐白石大师家中肯定还有很多 民间的收藏家真的是深藏不露 而节目的专家也太过于敷衍 在专家们听到这幅画来自古玩市场时 估计专家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其实很多人上健保节目只是为了听听专家的见解 而许多专家对于这些民间收藏品有嗤之以鼻 即使在节目上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专家们敷衍的态度也许让许多收藏家无奈 齐慧娟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但是专家们这次也是碰到了硬茬 谁知道齐慧娟会说齐白石是我的爷爷 这样的话专家们也不敢相信 会是明家的后人来到了健保节目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男子在路边摊简陋 花五块钱买了一个小字瓶 专家直言你麻烦了 宝物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是很受人们关注的 尤其是喜欢猎奇的普通老百姓 和喜欢收藏的有钱的收藏家们 因为宝物本身的新有和制作过程的艰难 一般会赋予这个宝物比较高的价值 所以会出现价值连城 无价值宝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世界上的宝物们 任何一样有市场的东西一定会产生价格的波动和翻炒 有些本身价值不高的东西常常会在众人的追逐中 价格会标的很高 有一些节目组看见了宝物吸引人关注的心理 也出了一些健保的节目 虽然健保节目经历了一些大的风波 但是这个节目依旧在电视里有播出 而且就是靠着不一样的宝物 更加会吸引人们的争议和噱头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奇葩的宝物事件 张大军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大爷 这位大爷跟平时那些爱喝喝茶逗逗鸟的大爷爱好们不一样 他喜欢收藏古丸 虽然自己收藏古丸的资金并不多 但是自己还是喜欢去一些小市场逛一逛看一看 自己看着一些古丸心里都会舒服很多 有一个傍晚 市场上一个摊主要收摊了 张大军走上去看了一眼 有一个小瓷器长得还特别别致 于是他指着那个瓷器问摊主 这个小瓷器怎么卖摊主伸出五个手指头说五百 张大军跟他讨价还价说 你都要收摊了 我还花五百买 就五块钱卖了算了呗 摊主着急收摊回家就同意了 话说随着健保节目的大伙 张大军在家里估摸着 自己花了五块钱买的这个小瓷器 要不也去见一见 反正就算是假的 不过损失了五块钱 但是万一蒙混过关了 自己不是赚翻了 抱着这个想法 他拿着自己的小瓷器走上了节目的舞台 其实蒙混过关的运气本来就很低 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在自己介绍完瓷器的来历之后 健保专家就开始了健保 在专家们完成健保顺序之后 大惊道 你麻烦大了 张大军也吃惊的回答 怎么 专家们说 这个小瓷器是黄酉双龙瓶 出产于唐代 一般是王宫贵族的陪葬品 你手上的这个小瓷器可能是盗墓者到处来卖给市场的 你要是不交 不得惹祸上身 你要是现在卖出去 大概市值在一万左右 你看着自己决定吧 听了这话 张大军倒是没那么慌了 因为自己又不是盗墓者 这个是自己合法买到的 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既然自己五块钱买到的 那卖一万也不算亏 于是张大军采纳了他的建议 将这个黄酉双龙瓶卖给了博物馆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头脑一定要清楚 是保留或者是取舍 尤其是古董类的文物 要是来路不正 还是不要保留的好 如果你继续保留 说不定会有人找上门来呢 麻烦就大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农民挖出东方神木 专家提出上交悖剧 预估值五个亿 有一种木头被称为东方神木 植物木乃一 它就是乌木 在古代乌木都被用作 做辟邪之物 并且只有贵族才有资格 享用这种木头 它的价值很高 接下来我们来说的 就是一件跟乌木 有点关系的事情 说来也有一些好玩 江西有一个农民 无意之间发现了乌木 于是请挖掘机过来帮忙挖掘 没过多久就挖出了一根巨大的乌木 这个乌木为专家估价五个亿 眼看就要一夜暴富了 但这个时候专家及时赶来 说要把乌木上交给国家 因为这件事情 专家和村民闹了一个一拍两散 事情发生在2013年9月份 主要是江西修水县西港镇的粮财 说来这件事非常的凑巧 那天粮财正在河滩上干活 却发现有一根树枝冒了出来 梁才非常好奇 就过去看了下 在摸了一下树枝之后 他发现手上有一股树木的清香味 这个味道让梁才非常的诧异 是不是有什么宝贝买在下面呢 第二天梁才就叫来了一辆挖掘机和推土机 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他发现这根树枝很长 连挖掘机都挖不到地 所以挖掘的时候费了很长的时间 村民们纷纷来围观 不少人都嘲笑着梁才是不是疯了 没事挖个破木头干嘛 在经历了两天的挖掘之后 一根巨大的黑色木头终于映入眼帘 木头上散发着浓厚的香气 虽然梁才并不是什么专家教授 但他知道这应该就是那 事所罕见无比珍贵的乌木了 这样一来他真的是要发大财了 就在梁才找来吊车 要把这根乌木调走的时候 林涅专家却突然赶到了 他阻止了梁才的举动 专家在看到乌木之后就被震撼到了 这根乌木长度足足有24米 如此来判断这乌木也应该有一千年的寿命了 而它的重量更是有80吨 就算是放到现在市场上来卖 至少也要卖出去5个亿 专家就和梁才说这样巨大的乌木 必须要上交给国家 不过也承诺会给他一定的补偿 但梁才自己肯定不愿意 毕竟自己花了好几天的功夫 终于把这根罕见的乌木给挖了出来 怎么可能愿意呢 后来这件事情也没有个确定的结果 为了这根乌木 梁才也一直在跟专家进行争论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认为这根乌木到底该给谁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